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前面我们会讲到的是伦伯朗 有很多的字画像 并且我们看到伦伯朗的字画像 就像他的一个字传一样 伦伯朗从年轻到中年到晚年 然后画了非常多的字画像 有100多幅 好 那我们看一下梵高 那么梵高呢 其实字画像也非常多 而且特别是还生命的最后两年 作品就更多 所以说呢 从梵高的字画像里 我们同样的可以体会到 梵高他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的 这个波澜起伏的变化 特别我们前面讲到 我们说在他的作品里 强烈的色彩 强烈的感情 特别像向日葵呀 麦田呀 伊姿呀等等这样一些作品 所以在字画像里头呢 一样是有体现的 好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以梵高的字画像 来给大家呢 做一个介绍 那么梵高的字画像可能有一个特点是 风格 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外形形象 差异都很大 比方我们看这一幅 这一幅呢 应该是他 或者是有人说在这一幅作品里面 梵高把自己画得像一个苦行生 当然我们会看到头发也很少是不是 真的就像一个修行修炼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 那是从他梵高的眼神来看 我想在每一幅字画像里呢 我们都着重看一下梵高的眼神 那么在这一幅里面 我们看一下梵高的眼睛 好 大家去静静地体会一下 和这个眼睛对话一下 你觉得在这个眼睛里面 他跟你在表达和诉说着什么呢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眼睛里面 传达出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其实我做过一些实验 就同样的一幅字画像 可能不同的人 包括我们不同的同学 包括我在我的朋友里面 不同的人来看这些字画像 可能他们读到的那个眼神 读出来的那种情绪和感受呢 都会有一些不同和有一些差异 好 那我希望在这里呢 我们每一个同学 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 你记住你在看每一幅作品时 你感受到的不同的那种情绪的表达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另一幅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很有趣 好 这幅作品呢叫做吸烟头骨 吸烟头骨 然后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吓人对吧 可是你仔细看 这个头骨可怕吗 其实不算可怕 真的不算可怕 然后这幅作品呢 做于1885年 然后是梵高在31岁的时候的作品 那么梵高呢 这个时候呢 梵高是36岁去世 所以说 而且呢 梵高的整个绘画生涯 就只有十年 所以说这次他开始画画以后 五年以后呢 画的这幅作品 但是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很轻松的 甚至有点幽默 灰蝎 甚至带一点嘲讽的看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头骨 然后呢 他正在吸烟 他虽然是一个头骨 可是他很轻松的 正在很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抽烟的场景 好 有人说 这个画作呢 也可能是在梵高 他希望自己有一个轻松自在的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梵高在面对生活 他是非常认真的 包括在面对他的每一段感情 然后梵高的这个恋情当中啊 有几段刻骨铭心的 前面呢 我们提到他的初恋 然后后来呢 梵高其实还爱上过一个他的表姐 然后可是表姐呢 因为当时丈夫刚刚去世 然后又比梵高大 然后还是表姐 还有亲戚关系 所以这个表姐怎么可能爱梵高呢 但是梵高就是很狂热的爱他 而且为了表达他的爱 梵高把手放到那个竹台上面 放到蜡烛上面 那个火焰上去烧 甚至那个手都被烧得冒烟 他为了表达他的爱 是如此的强烈和坚定 可是呢 当时他的表姐的这个老公看到 不是老公 表姐的这个父亲看到以后 就非常的吃惊 说梵高简直是疯子 然后就把梵高赶出他们家 他们都觉得梵高在面对这个爱情 或者说在恋情的时候 他实在太狂热 让人恐惧 然后在梵高的恋情里面 后来呢 还有一个他爱上了一个妓女 西恩 然后他在街上看到这个妓女 但是呢 西恩其实又老又丑 带着两个孩子 肚子里还怀着 不知道是哪个男人的孩子 结果梵高就对他就一下子 其实我觉得梵高那个不叫爱 就像梵高在宗教室 在这个投身在这个宗教事业里的时候 他那种对矿工的一种极大的慈悲的 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大爱 然后他觉得他要保护这个妓女 他要去养活他 然后让他不要再街上去 这样子受苦受难 所以结果梵高就把西恩接回家 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西恩也受不了梵高 然后就宁可跑到街上去 然后呢 也不要跟梵高生活在一起 所以大家看到 梵高在面对生活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的慈爱和 这样的一个大慈大悲的 这种大爱的这种状态 他面对生活 他其实是极为认真的 但是呢 我会看到他又很轻松 谢意地去画一个 这样的一个头骨形象 甚至有人说 这幅画作应该是 梵高的自画像的代表作 认为梵高其实在画 他也可能向往着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自己 他也希望可以用轻松一点 看透一切的方式呢 在面对这个人世间 所以有人说 这应该是梵高的自画像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几幅作品 这两幅 然后这一幅呢 我们看到的梵高 我们这一幅看到的梵高 看上去呢 就不像前面那个苦行生 那么可怜的 然后那种苦修行的那种 也有点惨的那个状态 然后这一幅呢 我们看上去有人说 有点像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 像一个知识分子 像一个知识分子 可是我们还是看他的眼神 这个眼神里 你可以读到什么 我自己看呢 梵高在这个眼神里面 其实有一些退缩呀 怀疑呀 不确定呀 等等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感受 好 但是我们从绘画技法来看 是不是有点点彩派的感觉啊 有点像修拉的那个点彩派 对吧 好 梵高呢 确实呢 他的画作曾经受到印象派 是有很深的影响 但是呢 这一幅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他的那个点 已经变成了笔触 变成了短笔触 而且呢 他把这个短笔触 不光用来画背景 还用来画他的人脸 在脸部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会在脸部 包括头发 我们会看到一个粗糙的表现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眼神 你觉得这个眼神在表达什么 好 这两幅 这两幅的眼神的表达 其实完全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个人感觉呢 这一幅更退缩 更多的怀疑 有点怀疑人生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一幅呢 这个眼神 好像显得纯洁 但有时候又有一点 那个空洞的感觉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很复杂的这种 人的情绪感受 好 我也相信每一个同学呢 你会有自己的不同体会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 再看这两幅 首先看这一幅 这一幅的这个短笔触 前面一幅也有短笔触 可是这一幅的短笔触 我们看到 更加秩序化的排列 并且在背景 形成一种发射状 一种秩序化的 然后同样在脸部 也有这个短笔触的画法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短笔触越来越熟练 越来越成熟 这个短笔触 后来的这个短笔触 基本上成为樊高 最典型的这样一个绘画风格 然后这绝对是樊高 独创的 而且当它把用到人的脸上的时候 虽然是一种很粗糙的表达 可是我们仍然看看眼神 我觉得在这个眼神里面 可能体会出一种 更复杂的情绪感受 它有时候可能不那么明确 但是它很复杂 你会觉得在这个眼神里面 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表达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幅 短笔触发展成了曲线 从直线变成曲线 我们看看在背景上 在背景上的这样一个表达 好 好 从色调来看 这一幅的色调呢 更丰富一些 你觉得好像全摄像 赤橙黄绿青蓝子都有用到 然后这一幅的摄像呢 从色调来说 显然比较单一一些 要稍微单一一点 但是整个基本上 还是以冷色调为主的 一个淡蓝色 淡蓝色的背景 这个背景也是偏蓝 好 色调是不同的 我们前面看到的是有绿色调的 好 我们现在接着看 好 我们看这一幅 其实这一幅自画像 我在最初看到的时候 我其实个人是一个 非常心痛的感觉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脸部 它处理的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它没有短笔触 也没有光滑细腻的 这样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的是 它好像在 不知道是用一种什么 这样的一种拓映的方法 然后表现出了 它的脸上的这样一种 粗糙激励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心痛到 就是这个人好像 他在剥离自己的什么 就有点像在这个皮肤上面 要刻下印痕 然后使劲地在他心灵上 刻下出一些 刻画出一些东西的 痕迹的那种感觉 好 然后这幅画作呢 实际上呢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是我想起了 《米开朗基罗的 昼夜木城》里面 这个木这一幅的人像 然后木这一幅呢 《米开朗基罗》 它没有把面部 雕刻得很光洁 而是一个 我们看到是朦胧的 然后面部呢 也有机理效果的 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然后如果按照当时 当年《米开朗基罗》 那个时候 所流行的这样一些雕塑的话 人们可能觉得 这个没雕完 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未完成品 但其实不是 《米开朗基罗》就在用一种 特殊的在雕塑里的一种方法 在表达一个 因为它是木 大家看到 它是昼夜木城系列 所以它也好像在一天当中的 这个时间变化 甚至也是一个生命当中的 一个生命的进程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到了木 这个时候 也许到了年老 《米开朗基罗》 他希望自己 不要看得那么清楚 他希望这个世界 其实也可能 慢慢地就已经变得模糊 也不光是因为年龄大了眼睛 视力的模糊 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 对于有些东西来说 他看透以后 他也不想 把它表达得那么的清楚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情绪感受之下 好 而且我们前面讲到 《米开朗基罗》的时候 在最后的审判里面 《米开朗基罗》 他把自己画在一个 剥下的人皮的 那个上面 他把他的自画像 画在那里 所以我们是得再来看 这个梵高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 这种心痛感 就好像梵高 他在把自己 就像剥下自己脸上的 这样的一个 对自己的一种 自虐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且呢 梵高在当矿工的时候 不是在矿工 在矿工当神父的时候 当牧师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呢 当他觉得 他献出了他所有东西 都没有办法去帮到 这些矿工的时候 他非常痛哭 然后他躺在床上痛哭 然后最后呢 他甚至是用鞭子 去抽打自己的背 让自己 就是宁可那个身体疼痛 他也不想在精神上 他觉得他这种 完全帮不到别人的 这种无力感 这样子没有办法 这种痛苦的感受 所以有时候人们 可能这种 这种自虐 其实是一种 通过身体的疼痛 来缓解精神的疼痛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幅画里面 我当时看到 特别心痛 特别心酸的 这样一个梵高 好 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好 这一幅字画像 特别有名 叫做戈尔后的梵高 好 为什么要戈尔 是因为当时呢 梵高和高跟住在一起 开始的时候很好 可是后来不断地争吵 前面我们讲梵高的 高跟的椅子的时候 也讲到 好 结果呢 有一天呢 高跟和梵高 就发生了很剧烈的争吵 然后那一天呢 还是12月24号 就是马上就是平安夜 然后高跟就决定 他说我再不想住这里 他说我今天晚上 就要搬出去住 然后呢 他就柳头就走了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说高跟走在路上 然后呢 就突然听到 他的背后巷子里 有脚步声 然后他一回头 他就看到梵高 拿着一个T恤刀 站在他面前 然后两个人 就对峙了几秒 对峙了几秒以后呢 梵高就柳头走掉了 然后高跟呢 就更感觉到危险 他就觉得 我不能够住在这里 我今天晚上 一定要找个旅店 住下来 好 是这样一个状态 好 结果呢 等到高跟睡到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就有警察来敲门 就说 跟你同住的那个男人 自杀了 好 结果呢 他高跟就回到房间了以后呢 就发现 梵高呢 就是身上全部都是血 然后最开始 他们以为他是自杀 后来发现 他只是割下了 自己的耳朵 好 结果他割下了 带了那个耳朵呢 被梵高 还居然把他给包裹了以后呢 派人送给了 当时他们常去的 妓院的一个妓女 那么后来才知道 这个妓女 曾经跟梵高 开过一个玩笑 他说 你总是来找我 可是你又没有钱 那么如果你爱我 你就把你的耳朵 割下来送给我 这是这个妓女 曾经跟梵高 开的一个玩笑 可是呢 梵高在这个时候呢 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呢 他就想起了这句话 好 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版本 也有的说呢 真的是 高跟和梵高打架了 然后梵高跟割下了梵高的耳朵 但是梵高很善良 他不想梵高跟被捕 然后他说他是他自己割下来的 好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梵高在梵高跟走了以后 梵高呢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实在是受不了 就他耳朵里面有唤听 他耳朵里面总有声音 他觉得他无法消除那个声音 因为他当时的精神疾病又要发作 而且在这之前 他发作过精神疾病 所以呢 这时候梵高跟他受 梵高他实在受不了 然后觉得耳朵有声音 然后在这个精神的这种 失常的状态下 他割下耳朵 以为那个声音可以消失 结果没有 所以说关于割耳的梵高呢 有好几个故事的版本 当然呢 故事最终怎么样呢 并不重要 但是呢 我们知道梵高是真的割下了耳朵 好 然后割耳以后呢 在他恢复的时候 他慢慢平静以后 他画了这样一幅画作 他画了这个画作 当然从这个画作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 梵高不被人理解 然后他和人相处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还有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 深深的孤独 所以他把这些呢 都画在了他的画面里 好 然后下面这一段话 这是冯吉才所说的 他说除了他 没有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 能够这样健康的作画 这个画大家要好好取决一下 除了他 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 能够拥有这样 绝对的 非常态的自由 好 从这幅画里头呢 我们看一下 抽着烟斗的梵高 我们看到这个烟斗的画法 这个小圈圈 烟圈 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一点轻松 对吧 还有一点轻松 但是呢 我们看看他的眼睛 我们看看这一幅画作里 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眼神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放大图 而且其实放大以后 你会发现 他的眼睛寥寥几笔 他并没有琢磨很多 但是我们看这个眼睛 有深深的悲哀和孤独 都在这双眼睛里面 好 这里有梵高说的一句话 他说高跟劝说梵高 他说你不可能成为艺术家 除非你能在看过大自然之后 回到画室 再冷静地把它画出来 而梵高则大声叫嚷着 要热血沸腾地画 要热血沸腾地 去画他的每一幅作品 好 这也是 这是我在 这个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看到的一幅 梵高的这样一个自画像 然后这幅自画像呢 全是冷色调 绝对的冷色调 然后再看一下他的眼神 然后包括面部的颜色 这种灰冷的这种 灰绿 偏冷的这种灰绿色调 用在脸部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阴冷 我想也体现了 梵高的心情 好 这一幅呢 这张照片是我在 这个环顺顿国家美术馆拍的 然后这个是我在网上 收到的资料的图片 这个色调差异 稍微有一点差异 但是呢 因为即使这张照片 是我拍的 也可能是有色差的 所以说呢 欣赏画作呢 我们尽量地欣赏原作 尽量地去欣赏原作 好 这也有梵高一句话 他说当我想到 人们为自己创造生活 比创造艺术 所花的力气来得少时 我们心里就留下了 一种忧伤的情绪 我想这个忧伤也画进了 他的自画相里 好 这是另外两幅我找到的 然后这一幅 这幅看上去特别的瘦 然后能量特别的低 然后特别我们看一下眼睛 你会觉得眼睛的这个蓝色 和他这个画面的底色 是一样的 你就好像透过他的眼睛 你看到了就好像一个空洞一样 你透过他的眼睛 你看到了底色的背后的颜色 像这个画面有点诡异 真的有一点诡异 然后这个特别瘦削的这个梵高 真的看上去很让人心疼 很让人心疼 好 我们再看这边这一幅 这边这一幅 然后这边这一幅呢 我们看到背景有一点点彩的感觉 对吧 然后包括衣服的描绘 好 我们再来看眼神 我们看眼神 我觉得这个眼神也非常的复杂 也很复杂 不过他对这个世界 对人生 对自己 对朋友 对所有的怀疑 都在这里面 在他的眼神里 好 再看两幅 好 这一幅 这一幅梵高 我们看上去是不是稍微强壮一点呢 没有前一幅那么瘦弱 没有前一幅那么瘦弱 显得稍微强壮一点 但是我们看看他紧皱的眉头 这个眉头皱得很厉害 皱得很厉害 然后包括嘴的这样的一个表情 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再看这边 这边 然后这一幅呢 看上去呢 稍微也是一关楚楚一点 看上去稍微正常一点的这个梵高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梵高的众多的自画像里面 我们会看到梵高不同的面向 我们会看到不同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以及不同情绪之下的梵高 所以会看到 虽然是自画像 有些画家可能画自己的自画像 就没有太多的变化 或在几年之内变化不是太多 但是梵高的自画像 却变化非常的大 不同心境 不同的情况之下 而且这些呢 都是在他最后的生命的十年当中 所画到的 所以说梵高的自画像里 我们一样也可以看到梵高的一生 就像前面说梵高说 我画一个男人 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 可是如果是只是一幅作品 画一个男人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在众多几十幅作品里面 梵高画了他自己 他画了他自己滔滔的一生 好 那么在讲到自画像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们前面 在讲到了伦伯朗的自画像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布置过一个作业 当时我说 我们每个同学 好 你看到画家的自画像 如果让你画一个 你生命的自画像 你会怎么画 好 如果不会画 我们可以拍 对不对 我们用自拍的方式 我们怎么样呈现我们自己 好 那客人讲到这里呢 其实前面的作业 大家已经交上来了 但是今天 我们又讲到了梵高 和他的自画像 包括前面这一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还介绍了 其他的这样一些艺术形式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说你在教前面那张作业的自拍的时候 你拍出了怎样的自己 好 如果今天我们再来讲到梵高 以及他的自画像 以及讲到梵高用生命 用色彩 用他的强烈的感情 在作画的时候 如果我这个时候 再要你来拍一个自拍像 你会怎么拍 我希望大家去好好的体会一下 如果我现在要你拍的话 你准备怎么拍 然后你现在的准备的拍法 有没有和之前有变化 好 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仔细思考一下 你什么原因你要这样子去变化 你对于自画像 或者对于自拍照 你又有了怎么样的新的理解 好 这个问题呢 留给大家 我们每个同学都可以好好思索一下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 你也可以拿起相机 再来拍一拍 再来拍一拍你自己 好 下面呢 给大家看一副 这是凡高最著名的一副 叫做《新月夜》 也叫做《Starry, Starry Night》 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曲 叫做《Vincent》 然后也叫做《Starry, Starry Night》 然后这个呢 是美国的一个民谣歌手 叫做Don Michaelin 然后呢 他在读了凡高的自传的小说 就是渴望生活以后 然后大概是70年代 然后他就为凡高写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非常的流行 然后甚至呢 在前几年有一个 关于凡高的一部影片 然后在那部影片里面呢 也有那首歌 有不同的歌手的演唱 所以这首歌呢 已经成为了 在讲到凡高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的一首歌 也就是《Vincent》 然后非常好听啊 包括很多亚洲的歌手 欧洲、欧美的歌手 都有唱到他 好 那么这幅画作呢 是这样的 我们在课堂上 在实体课堂讲课的时候 这幅作品 我们是留给大家自己来讲 也就是这个作品 因为我们看到了 众多的凡高作品以后 当这幅作品 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以你前面听到的 感受到的凡高 你再来看这幅作品 你有什么感觉 因为这幅作品 可以融入了凡高 很多作品的特色 比方说 后来凡高的作品当中 经常出现的四波数 好 然后我们再看天空的 这样一个 应该是 因为是繁星之夜 我们说星星怎么变成了 漩涡状 流线性 然后包括它的短笔处 变成了曲线的流动 好 然后还有像星河 星云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下面的城镇 教堂 村庄 房屋 所有这些视觉的形象 组合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色彩 色彩非常强烈和浓烈 所以这些呢 它一定给你有一定的 视觉冲击力 所以这幅作品呢 我就给大家呢 留给大家自己来讲 所以这里呢 我会给大家 布置一个客厦作业 我们要把它写出来 好 我们说这幅画 当你看到它 你有怎样的感受 好 这个地方我要强调 大家都不要查资料 因为资料里写的 都是别人的感受 它不是你的 我要这个此刻 当下 这幅画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最新鲜的 你对它的直观感受 我需要你把它记录下来 你不用查资料 因为那些都是别人的 我要的是你的感受 好 试着用文字记录下 你对它的直观感受 然后字数不限 字数不限 跟随新的感觉 然后不用头脑的分析 你只是去感受它 尽量用系列而精准的文字呢 来描述你的内心感受 所以这个作品 你静静的 先不要急着写 你就静静的跟它对话 你看它十秒 二十秒 一分钟 五分钟 甚至是十分钟 你就跟它静静的对作 然后看看你感受到什么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呢 会给大家呢 布置的这一个作业 好 好 最后 最后 这里有樊高的一句话 他说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看到我的画 并能通过我的画 看到我的内心 那么前两年很流行的一部 樊高的电影 自爱樊高 然后这可能是近年来 对于樊高的电影里面 投资最大的一幅 然后请了众多的画家 模仿樊高的绘画风格 然后呢 也找了真人来演 然后用真人的这个演绎 和樊高的画作 就模仿着樊高的那个画作 来进行合成 然后做成了一个 非常现 就是以现代的一个方式 做成了一个 有点动漫结合的 这样的一个樊高的影片 好 这个影片呢 也很感人 然后我希望呢 大家呢 都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么关于樊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花了三节课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樊高 从他的生平 到向日葵系列 然后再到他的自画像系列 那么其实呢 樊高的作品非常之多 在他最后的十年里 他应该是画了 有一两千件作品 加上手稿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有大多数呢 在之前是因为保存的问题 而且呢 这样樊高之前呢 也不太有名 有很多受到损害 但是呢 现在能够留下来的 也还是数量 也还算多 也还算多 好 那么这样一些作品呢 真的成为了我们艺术史上 非常非常宝贵的 这样的一个财富 因为樊高 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 到我们现在当代 再没有出现过一个樊高 像他一样 去带着全部的生命的热情 百分百 甚至是百分之两百和三百的投入 我们说一般人 你在你的职业里面 你在你的学业里面 你能投入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就已经很棒很厉害了 可是樊高是绝对超越百分百 是百分之几百倍的投入的 在他所热爱的事业里面 当然也包括他的感情投入 好 所以这些呢 都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热烈的活着 带着生命的向往的樊高 虽然最后很可惜的是 樊高在三十六岁自杀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 并不影响在这三十六年的生命里面 樊高对生命的热爱和执着 他仍然感动了我们成千上万的现代人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然后在下一次课呢 我们会讲到的是 进入到了现代艺术 我们会讲到现代艺术里最有名的 或者说是不可能逃掉的 讲到的一个画家 也就是毕加索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